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副总统参选人赵绍康 正式组成了侯康佩之后 昨天晚间是指导赖清德的本命区 合体在台南海岸路封街 举办了首场大型的造势晚会 主办单位现场喊出超过三万人到场 侯康佩初级 首场大型造势选在台南 指导赖清德本命区 封街拼人器 侯友宜与赵绍康花了将近十分钟进场 台下加油声响亮 台上朱立伦 王金平 谢龙介 也来助阵 展现团结气势 猛批对手阵营 派行人们争权夺利 让我想起来什么 就像古时候那个土匪 进京以后 烧杀 奴略 强奪 无恶不作了 就变成这样 人家美国也说过 不只是台东 你要把我们台湾影像 跟厄务战争 尾巴战争这样 侯康两人对绿营火力全开 说既然民进党不办弊案 就唤侯友宜成立新的特征组来查办 赵绍康也说总统选战合不了 在中央政府层面 在立法院还是能和民众党合作 以后在中央政府的层面 在立法院还是可以合作的 人在澎湖助选的韩国瑜没有现身 除了录制影片挺侯康 也在争取政党票 韩国瑜列为不分区第一名 我们一定带领的所有立法委员 让台南乡亲刮目相看 国民党侯康佩就位 合体蓝营巨头 首场大型造势就杀进台南 直到黄龙战士火力 宣示战斗开打 记者沙宴其中健刚综合报道